电子烟没有危害 专家对电子烟说No 只是中国人还没意识到 如今,随着每个人的健康意识的提高 许多人会考虑戒烟 因为不仅要珍惜自己 还要珍惜家人和朋友 毕竟,二手烟的危害很大 但是如果您是长期吸烟者 估计是很难戒烟的 不过最近流行一种叫电子烟的东西 他们发现这几十根电子烟 无法过滤掉烟液中的尼古丁和其他有毒成分 因为如果您失去了尼古丁 您会觉得这不像烟 所以不能成为替代品 专家说电子烟并不是没有危害的 实际上,在中国 许多人使用电子烟代替了像烟 他们在公共场所公开吸烟电子烟 泰国等国家认为电子烟的危害大于卷烟 将电子烟带入其国家是非法的 因此,希望大家不要推崇电子烟了 当您看到其他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时 您应该制止它 并说明原因 但也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